陈明文3号搭高铁北上 把装有300万现金的行李箱 丢在车上忘了拿 即使他已经出面说明 但外界还是有疑虑 今天上午有一挑战 陈明文角逐下届 嘉义县山区立委的三位女参选人 不约儿童前往嘉义地检署提告 并要求检方彻查真相 我们都相信是给儿子 资助儿子 这个我们都相信 但是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是来源 前嘉义县立委林国庆 9号上午带着苏壮 来到嘉义地检署案灵控告 要求检方彻查 民进党立委陈明文 高铁上市而负得的300万现金 到底有没有涉及逃漏税 贪污跟洗钱房制法 是怎么承认的 去队承认的 分为改承 包含高铁怎么知道 那个提箱是陈委员的 是不是有选手 是不是有保存政绩 是不是把月台 包含入口 包含买票的地方 把所有的影像都保留起来 林国庆提出刑事告发 要求检方征办时 一定要申请证据保全 不过除了林国庆之外 另外两位有意挑战 陈明文同样要竞逐 下届嘉义县山区立委的 你参选人 也不约而同到嘉义地检署 要求检方彻查300万 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今天要求地检署 我们要给我们一个答案 就是说钱从哪里来 来用求签的方式分案 用这个案件 用一个公平 出现社会的方式 来去分案 前嘉义县议员王金山 还转交正义之箭 给承办检察官 要求公开抽签分案 拒绝政治力介入 在野力量默契巧遇 共同目标很明确 要揭开陈明文高铁上 吊锯款的现金乙云 解采送我们在报导